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真奇妙 苹果来排行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非常排行榜》 我是露露 还记得前几期咱们聊了后疫情时代最赚钱的行业吗 那今天就跟大家讨论一下恰恰相反 说一下那些虚假火爆的行业 什么叫虚假火爆呢 就是看起来大家都能赚到钱 感觉好像干这行的都赚钱了 自己也想站在风口上作为一只猪飞一飞 而且不仅仅如此 很多媒体包括营销号都跟着炒作 说动辄就用年入千万 一两年就买房买车走上人生巅峰这种惹眼球的标题 来描述这些行业 但是实际上这些行业的赚钱 只不过是幸存者偏差了 他们真的赚钱吗 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虚假火爆的行业 帮大家避避雷 这些行业大家要量力而行 谨慎投入 好 我们来看第五名 第五名是时下非常火爆 在年轻人当中非常火爆的剧本沙 剧本沙在国内可谓是这两年之间就爆火 甚至延伸到了海外 在美国的很多主要城市 大家也能看到很多华人经营的剧本沙店铺 已经有一些知名的影视IP在出剧本沙的产品 让大家去玩 据说非常有名的山河令就要出剧本沙了 关于探案的综艺 那也是拨一个火一个 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蒙探探探案 而且根据第三方的数据 2020年末剧本沙线下门店的数量达到了3万家 三年之内翻了十几倍 这样剧本沙看起来成了生意厂商的香饽饽 也有不少人说 我就要投入全部的精力开剧本沙店 要找到新的职业方向 但是这是一个绝对年轻的行业 这是第一 创作者大多数都是20出头 97年99年出生的年轻人 而新玩家面向也是00后 新线的行业 它当然也面临着成长的问题 火了两年咱们就能看见天花板 首先剧本的销量是有局限的 行业的乱象 盗版 抄袭是横行的 很多的受访从业人员都说 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急需有效监管 需要行业规范 这些都是年轻人入行剧本沙的焦虑 咱们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年轻人他叫嘉安 他就是这样一位年轻人 2020年的6月 他坚决的从字节跳动离职 回长沙开了剧本沙门店 就此创业 此前他有过7年的影视行业相关经验 而且他学历非常不错 都是上系北影毕业的 从去年的10月工作室成立 到今年的4月 用了半年的时间 投入到了这个作品热搜的创作当中 那么这部剧本面世之后 他在全球卖出了3500多套 除了国内之外 在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等国家 都是有售卖的 在剧本沙行业里 他卖了3500套 这样的成绩已经是非常好了 那么同样是身为创作者的一位朋友 琪琪 他就说自己卖的作品 都没有突破1000套的 那么不过 他一个剧本 他卖了3500套 那么他能赚多少钱呢 他说这些销售带来的净利润 大概在三四十万左右 那么为此他们投入也是很多 比如说他们投入了半年的时间 动用了三个编剧 他说算到个人的头上 其实月收入相当于就是一两万块钱 跟在互联网大厂的工资基本差不多 而且关键的是 这个还没有大厂稳定 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剧本到底好不好 而且这还是剧本沙里面最好的成绩 如果说销量比如说一些卖的不太卖作的 只有300套的话 那么算下来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 他只能赚一两千块钱 而开店赚钱 有些人就要问了 我不做我不写剧本 我要开店 但是我们访问了很多店主 这个答案也是否定的 店主说现在门店实在是太多了 之前大家都听说 说开个剧本沙店稳赚不赔 然后就砸了好几十万进去 结果每个月连房租都拿不回来 因为根本就没有新用户 老用户都是去自己喜欢的店 那你想要新用户就很难了 很多跟风入行的很快就倒闭了 店铺太多了 玩家就会被稀释 一位受访者说光南京新街口 就有两三百家剧本沙桌游店 这个老板陶然 他叫陶然 他就说现在入行剧本沙店非常的难 因为剧本沙这个行业 它已经是一片红海了 要吸引的客流基本上都是新人 而且年龄层又比较小 你要么装修好 要么占地大 而老店目前也是在争夺老客和吸引新客 所以说这个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 包括我自己 我也有一位开剧本沙店的朋友 他就说很多抖音账号 一些营销号 他们说剧本沙赚很多钱 其实都是他们自己视频本身的一个噱头 而真正赚钱的真的是没有多少 好了 那我们看第四名是什么呢 第四名我想说的是房地产 其实我想了很久 要不要把房地产行业列在其中 因为其实影响地产的有很多因素 我也不是专家 很难说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解析 包括不同的地区房地产的价值 它也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美国的房地产好了 那么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经济参考报的记者他就说 进入2021年 美国房地产的市场虚火不降 仍在不断的走高 4月份美国房屋价格是持续的突破了高点 大交易额成交增加 但是总体销售却温和下滑了 高房价的负面影响就凸显了 很多人就问 这个房价这么高 怎么还说房地产是一个不好的房业呢 那听我们慢慢来分析 这个新冠肺炎在美国已经肆虐了一年多了 那么在这期间 房地产反而成为了少数增长强劲的市场 房屋售价不断突破新高 2021年4月现有房屋销售价格的中位数较上年 同期增长了16.2% 我们看到这个曲线就发现 这个最近的房价是一直在上涨的 那么最近是达到了198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二手房的售价当中 也是同比增长了19.1% 到了34.16万美元 那么年度涨幅和价格的中值 都是历史的一个新高 而房价创新高带来的交易 是大幅下降的 大家都觉得可能房价太高了 然后交易量就下降了 还有路透社的调查显示 预计今年美国房价将上涨10.6% 2022年将上涨5.6% 这远高于预计的5.7%和4.6% 但是如此大幅涨幅的背后 就是风险的隐患了 2008年的那场金融风暴 它就是这样来的 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机构 惠玉国际它有一份报告说 全美房产估值偏高了5.5% 那么这份报告指出 就业增长放缓 失业率仍然是处于高位 这些因素是根本没有办法支撑 这么高的房价的 关于这件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罗伯特·席勒他也警告大家 他说市场上一些最热门的交易 正在形成泡沫 尤其是房地产市场 他说实际房价从来就没有这么高过 这令人担忧 目前的房价走势也让人想起了2003年 那个时候就是说开始下跌的前两年 他指出说这种下滑是逐渐发生的 房价最终当时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 全面崩盘了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入行房地产 做房地产投资 可能也是需要加倍的留意了 好 我们来看第三名 第三名终于来到我比较熟悉的一个行业 要说这个水最深的行业 那就是时尚行业绝对榜上有名了 不用说大家也知道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有些大牌 有些潮牌那么火 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T恤 只不过加了一个logo就能卖上几万块钱 其实成本也就几块钱 或者是十几块钱 这里面的门道大家就可想而知 而时尚行业也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 它包括设计师 时尚编辑 时尚博主 时尚买手 都是一样的 看起来非常光鲜 赚的又非常多 成本也小 但是这个行业确实是不怎么好入行 我们拿时尚博主来说 这个可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行业了 大家现在都觉得 人人只要拍个照片就能做时尚博主 我有关注几个头部的时尚博主 都是千万级别的粉丝 人家赚的确实是多 但是要知道 这些博主他们变成头部 都是有非常多年的积累 和时代的红利加成 并不是我们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发发照片 发发视频就火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您现在想做时尚博主 那是一定要投入的 时尚穿搭类是需要你一处理 那有各种大牌 不同款式 而且是最新款的私服来搭配 那您想一想要多少成本 那除此之外 勤奋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大家知道吗 你永远都不知道一张照片 一篇文章 或者是一条视频的背后 有多少时间的耕耘 而且还要明确分析自己的定位 要在这么多博主当中杀出重围 那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然了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你还需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博主的工作看似简单 实际上从写到拍到创意到策略 其实整个一套下来 并不亚于一个广告公司的流程 跟大家说一说数据吧 数据表明光是中国就有2.3亿人在做博主 每一秒钟就有数千条的小红书更新了 但是大家想一想 2.3亿人 你真正认识的博主有几个呢 想想看就知道 真正赚钱的有几个了 好 我们来看第二名 微商已经不能说是一个幸存者偏差了 这个行业已经火爆了十多年了 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我敢打赌 咱们看节目的朋友多多少少都有做过 或者是想做微商的打算 看别人赚那么多钱 想想说自己用手机发发朋友圈就能赚钱 真的是很容易在家就躺着把钱赚了 而您的微信中 肯定也有很多这样的微商账号 关于什么是微商 咱们就根本就不用多说了 微商的骗局大多的典型案例 大家已经了解的很多了 其实我们小打小闹 在微信上卖卖东西也就算了 微商其实就是在非法传销的边缘试探 你看这个图片咱们网上随便搜一搜 全部都是聊天记录生成器 各种转账截图生成器 其实您看到的很多在手机上 他们发的朋友圈说 今天的评价真的很好 我又卖了5000单 转账了几万元 其实可能它就是用这种生成器给你做出来的 所以说千万不要加什么群 做代理 一级代理 二级代理 三级代理 其实完全就是那种传销的一个思路 这个我就不细讲了 就不带大家展开来说了 相信大家多少也都有了解 我们来看第一名是谁吧 第一名这个我就要好好说说了 直播带货 很多人看着直播带货 那真的是眼馋 真的是像之前说的 想做这头风口上的猪 觉得直播只要你开个直播 有手机就能赚钱 而且还有那么多诱人的标题 比如说央视boys 直播带货3小时卖5亿 微雅521感恩节直播观看 及点赞数破亿 刘涛直播4小时 狂懒1.4个亿 网红主播年入千万 称这仅仅是个开始 这样的话题你绝对是在各大平台上看过 直播的发现似乎赚他一个亿 根本就不再是神话了 分分钟就能打破这个记录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用数据说话 当主播真的会赚钱吗 普通人想成为一名能赚钱的主播 到底有多难呢 其实任何行业不用我说 大家也知道都有优胜劣汰 那么现在主播行业的竞争 大家更是不用提了 高收入其实就是少数人的游戏 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快手、斗鱼、虎牙等五大知名平台的 每日礼物收入的前500主播的数据 我们以某天为例 这个礼物收入前500的主播 合计收入占平台当日礼物收入的五成上下 比如说斗鱼平台好了 这是一个直播平台 那么它当天总计所有主播 所有主播的收入是2782万元 但是收入前500的主播占了1715万元 比例为62% 剩下的四成由多少人瓜分呢 由14.3万人瓜分 14.3万人瓜分多少钱 瓜分1000万 那么算下来 一个人分到了140块钱 那为了这140块钱 这个人他要付出多少呢 就有这个主播职业报告 它显示说 近六成的主播工作时间在深夜或者是凌晨 而且80%以上的主播 他们为了直播要连续直播5小时以上 因为课金的观众大多数都在这个时间段出没 而很多主播签约了经纪公司 经纪公司要求你至少要直播4小时才算合格 这年头不当主播等于亏钱 真的是一种错觉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带货 5月18号有澎湃新闻报道 说2021年中国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度峰会 在上海召开了 那么峰会期间呢 他们发布了2020年中国直播行业的发展报告 这个报告说呢 在主播群体方面 截至2020年末 直播行业的主播账号 累计超过了1.3个亿 那么其中呢 日均新增主播的峰值是多少 大家一定想象不到 有4.3万人之多 那么我们从收入来看 大多数主播的月收入是3000到5000块钱 其实呢 根本就不算多 2020年网络直播用户的规模呢 达到了6.17亿人 其中呢 中国网民整体的62.4%都在直播 而且呢 这个电商直播用户啊 在2020年已经快速增长 达到了3.88亿人 那其实这么多人 真正的佼佼者又有几个呢 咱们呢 这个时候肯定要提到头部主播威呀 其实呢 威亚他并不是一招成名啊 他父母呢 就是做服装生意的 在大学期间啊 人家就已经开服装店 赚上了10万块钱了 线下高峰期开过10家店 而当时呢 他嗅到网店的气息的时候 又马上决定 关闭了所有线下店铺 转为了网店 那么进而呢 做了电商直播啊 摸爬滚打 积累派上的用场 可以说啊 这个威亚今天的成功啊 绝对是少不了 它非常天生的 这种商业的嗅觉灵敏度 直播这块蛋糕真的很诱人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拿起勺子的人 都能分到一口 好了 那今天呢 就是我给大家总结的 这个五条啊 这个五个假假火爆的行业 大家呢 还是要谨慎入坑 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只想说啊 任何事情都不是我们看到的光鲜的一面 任何成功的背后呢 都有我们想象不到的付出 不要被幸存者偏杀 迷惑了双眼 每一个你看到站在聚光灯下 站到我们眼前的人 都是背后付出了无数的努力的 与大家共勉吧 希望我们都一起努力 能够取得自己的好成就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 非常保养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